在干涉的示意图中 这几条是加强点的连线 而这几条是减弱点的连线 你知道加强点和减弱点的分布特点吗 这个视频我就给你讲一下 加强点和减弱点的位置关系 首先你已经知道 波源是这两个系杆形成的 这两根系杆又连接在同一个振片上 所以这两个波源的频率和相位都相同 从图中可以看出 这个加强点A到右侧波源S2的距离是三个波长 到左侧波源S1的距离是 一二三四五五个波长 我们把这种置点到波源的距离称作波长 用字母R表示 而置点A到两个波源的波成差 就是两倍的波长 咱用A点的振动图像来探究一下 因为A的波成差是两倍波长 所以两个波传播到A的时间差 就是两个周期 即S1的波传播到A点时 S2的波已经在A点完成了两个整振动 此后两列波在A点的振动恰好是同步的 这正好是加强点的特性 再比如这个是点B 它到S1的波成是两个波长 到S2的波长是三个波长 所以它的波成差就是一个波长 那两列波传播到B点的时间差 就是一个周期 也就是说两列波在B点的振动也是同步的 不难发现 对于这种频率和相位都相同的波源 到两列波的波成差 等于波长整数倍的点都是加强点 记作德塔等于N倍的Lambda N取自然数 找到了加强点的规律 咱们再来看看减弱点 以点C为例 它到S2的波长是3.5倍波长 到S1的波长是5倍波长 它的波成差就是1.5倍波长 那两个波传播到C点的时间差 就是1.5倍周期 从振动图像来看 S2的波在C点完成一个半整振动 S1的波传到了C点 此后的振动是这样的 两列波在C点的振动都是反向的 那这个点就是减弱点 显然对于频率和相位相同的波源 当波成差是半波长的奇数倍时 两列波在该点的振动一定会是相反的 这个点就是减弱点 记作ΔR等于2N加1倍的二分之Lambda N取自然数 对于这种波成差等于某个数值的曲线 其实就是数学中学到的双曲线 两个波源就是双曲线的焦点 而这条比较特殊的中垂线 它的点到两波源的距离相等 波成差都是0 也就是0带波长 所以中垂线上的点都是加强点 好了 这个视频我就给你讲了 加强点和减弱点的位置 如果两个波源频率和相位都相同的话 那波成差是整倍波长的点 就是加强点 波成差是半波长奇数倍的点 就是减弱点 怎么样 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快刷题去吧 摩擦了 就是减弱点的 减弱点的 摩擦了